蒋介石夫人在华盛顿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 以及第一夫人的亲自迎接 60年前,她是世人瞩目的焦点 1943年2月18日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的如火如荼时 宋美龄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夫人的身份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争取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我可以也告诉你 中国也要处理和处理 备来和你和其他人 去立即朗设立的结构 为一生和高统帅社会 这会让任何处理或遅导的优伴 将其未来的优优 进另一种血量的血量 好